不知道大家对于未来就业会不会感到彷徨呢 福人大学职服组所举办的产学特派员培训课程 结合了学校与企业 要让学生们在就业前先具备竞争能力 面对未来的就业市场 福人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辅导组 主办的产学特派员活动迈入第13届 产特方城市3月5号到3月11号 在征上美胜广场摆摊 除了准备小游戏外 还要产学特派员们亲自为学生讲解活动 以及课程内容 其实有大小型的讲座 就看你到时候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一开始我想要就是学说 如何去规划一个课程 或者是如何去跟企业沟通 然后跟小组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的报告 我们这种团体报告中很难去达成的 指副组也特别举办了两场说明会 邀请过去的产学特派员们分享经验 藉由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 在传授给有兴趣参与此计划的学弟妹 多元的专业课程主要是在培养学生们的就业力和职场竞争力 我觉得我学到的最多的是 在我之后进入职场的时候 我不会有所畏惧 因为整个课程下来之后 我觉得我在进入职场 我是具备竞争力的 产学特派员的宗旨是培养出具备多项能力的学生 老师们的课程规划也是以此为考量 希望他们未来就业时 能快速适应职场文化 会比较着重在职场 甚至是职业的这个部分 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 在大事之后毕业 不会只是还在思考说 我要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而是一切都准备好了 产特方程式让学生能和企业接轨 让学生能提前了解职场文化 以上是记者王宇成黄品轩采访报导